信眾拿著沖天炮替媽祖開路 浩浩蕩蕩騎乘 一年一度的媽祖游湖繞境 在桃園石門水庫熱鬧登場 要祈求風調雨順 今天呢我們的神明 把這附近所有的宮廟的神明 都請過來 所以有28尊 而且我們今天出去的船隻 有18艘船 也是破我們以往游湖 所有的船隻的數量 不只出動媽祖 就連水中土地公也來駐鎮 因為石門水庫遭逢56年來 最嚴重的枯水期 直接衝擊遊艇環湖觀光業者 加日搭艇遊湖人數都掛鈴 希望雨量能夠下在我們的集水區 因為我們今年的水 到目前為止只有4成5而已 那現在水位這麼低呢 只有到229 那水位如果到228的時候呢 我們的江牡島的碼頭就會撤走 那我們江牡島就不能去了 目前石門水庫的水位是229.3 那蓄水量是9000萬噸 差不多46%啦 從去年到現在持續了很久的焊象 那情況便沒有明顯的改善 撐過這個焊距的話 希望大家一起來接用水 台灣目前正面臨苦水期 加上氣象局表示 近期僅有零星封面通過 要判到降雨解全台水庫之渴 恐怕還得再等等 環域新聞 新聞陳明彥 林志鵬黃沛函桃源報導 好